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真少年 這一集要教大家如何挑選各種品牌的 講到鑽動這件事情 其實在人類史上早在公元前三萬五千年的時候 人類就發現了可以用一個硬物 經由旋轉的方式 在另外一個硬物上進行鑽孔的動作 所以大家會發現 從早期人類用一根木棒用手去瘋狂的鑽 鑽到滿手起泡的時候 之後就發現了原來可以用繩索綁住一根木棒 用拉抽拉抽的方式去鑽木取火 講到電鑽的起源 其實在19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叫亞瑟跟一個叫威廉的兩個小壞壞 他們把電動機和鑽子兩個結合在一起 而產生了人類的第一台電鑽 但是按照鑽利的歷史當中 其實只有亞瑟一個人 他是取得了鑽利 說不定就是一個愛迪生跟特斯道的概念 大家自己去想 而在1889年跟1917年 這兩個關鍵的時代 人類終於把電鑽變成可攜帶式 跟把它改裝成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槍式的電鑽 而普遍於社會大眾 至今其實電鑽都已經變成一個離電池的世代了 而在這個離電池的戰國世代 其實各個品牌 他們都各自推出了自己的離電池 跟自己的電鑽 每次你到五金行 或者是每次你到一些所謂的鎮魚五金 你去看到一大堆電鑽的時候 你卻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的牌子 價錢差這麼多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選呢 這一集我們就非常快速的教大家 如何用我們的方式 快速分辨你該如何挑選電鑽 以我從入行開始 至今所買過電鑽的數量呢 絕對超過目前大家看到桌上的這集吧 而在早期呢 其實台灣人都會認為日本人 他們的東西是非常的專業 跟非常的精密的 所以以前我們在買工具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買日本的品牌 而在這幾年呢 其實經由美國的品牌跟德國的品牌 跟一些皮皮啪 奇怪怪怪的品牌 進來台灣了之後呢 目前台灣的大宗市場上 通常就分為日系跟美系 還有德系的這三個幾種 而以這麼多年的工作環境下呢 我個人其實比較喜歡日系跟美系 這兩個類型的品牌 因為在不同的品牌下 他們其實操作的工具跟設計的工具跟零組件上 在操作使用上的時候 你都會感覺有一些明顯的差異 我今天就會用一種 我個人所使用過的品牌 跟使用過的工具 跟使用過的各種各樣的經驗 用一種展開圖面的方式 教大家如何快速的挑選 你所應該所選的電鑽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種 首先一開始 我們先從重觀音開始講 就叫垂鑽 大家可以聽一下這個聲音 好是不是四個品牌的聲音完全不一樣呢 但是他們有通用的一個個性 就是垂鑽的意思就是 他們在做RC跟攻打水泥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種一邊垂一邊往下鑽的動作 所以通常我們配到垂鑽的鑽尾 都是長這個樣子的 垂鑽的鑽尾應該要怎麼鑽呢 很簡單通常有一個卡榫 往進去稍微旋轉一下 咚進去這樣子就鑽住了 你要拿下來的時候 幾乎每個品牌都一樣 往下壓抽起來就拿起來了 通常每一個垂鑽上面 它一定會有兩個以上的符號 甚至到四個 依照每一個品牌的功能性不同 而產生的價位不同 跟它的功能性也都不太一樣 但是一定會有一個像鐵鑽一樣的符號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垂鑽呢 如果你是一般家庭使用的話 通常就是你去買IKEA的家具 你要把它裝在水泥牆上的時候 你通常就會用到垂鑽的這個功能 而你可以拿來掛什麼呢 好比說掛在水泥牆上的書架 你要掛你的電視在牆壁上 或者是你今天你要掛一個很大型 有重量有份量的金屬物件的櫃子 在你的牆壁上的時候 你通常就會用到垂鑽 或者是你在衛浴設備使用上的時候 因為通常衛浴設備 它一定就是用磁磚的 或是有水泥RC的 所以當你要把一些這種 塑膜跟壁厚打在牆壁上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用到垂鑽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要打水泥 垂鑽可以怎麼使用呢 通常我們會把這個轉開 調到一個你適合的角度之後 轉緊 因為他們在強大的扭力下 才不會讓你的手 或者是讓你的手去扭傷 千萬不要用一隻手去壓垂鑽 有點危險 尤其是這種高扭力的東西 那前面的這根是幹嘛的呢 通常我們會去丈量 你要打的壁虎 或者是你要打的緊壓 它到底要多深 所以我們在打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知道 你會打到裡面嗎 那你一路打穿 打到對面的牆壁 你就可以找壁取光 也不太好 這一根它就是拿來用在 你可以測量 今天我要打多深 把它的這一根往前推 它就打得越前 把它往後拉 它就可以打得越深 所以當你這樣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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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到這邊碰到的時候 到了 就是這種感覺 好那學長現在來裝個洞 給各位學妹看 裝洞前很重要 要戴上眼罩 應該又是眼罩 顧目鏡 還有戴上你的耳罩 戴口罩的話是最好的 尤其你是在密閉室空間 記得一定要戴口罩 那首先要怎麼轉呢 首先要看你的這個圖案 它有沒有選到 有垂直的這個功能 你沒有垂直 你就算你長得像巨石強森一樣 你也是轉不下去的 好那這個時候呢 只要很簡單 抵住它 扶住它 輕鬆按下去 這樣就開始轉了 是不是很快呢 那每一個品牌跟每一個機型 它一定是不一樣的 就像每一個機型 它能夠所鑽的洞 是不一樣大的 但是 我們是個公平公正的頻道 其實今天它這一支 MAKIDA的機子 它是一支比較輕量型的 所以我通常在鑽一些 比較小的 或者是鑽一些比較 臨時性要垂掛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戴它比較輕比較方便 而當你要連續鑽更多洞 或者是連續鑽一次更大洞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選擇扭力更大的錘鑽 那這個時候每個品牌它都有各自推出 它自己 每一個不同等級的錘鑽 讓它自己上網找 有沒有 是不是感覺起來跟聲音都完全不太一樣呢 第二種 衝擊起直 你可以看到它們的頭都是圓形的 但是其實往內看的時候呢 它裡面是有個六角形的形狀的 而這個六角形的形狀能夠幹嘛呢 就是 起直機嘛 通常就是 裝石起直的概念 這款概念 就是 快速裝的概念 所以通常同樣的品牌都能夠同用同樣的電池 我以前就很北七啊 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都會去買一次很大顆的電池 感覺好像很怕人家電不夠用一樣 不過其實才發現 大的電池越大越重 但是它當然持久度就越高嘛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出外場 爬在一個12層樓的頂端 慢慢鑽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帶大顆一點的電池 不過其實我個人建議 現在很多牌子的電池都做得非常好 其實買薄薄小小的 又輕又好用 起直可以幹嘛呢 請看我們現在上面的這張圖 它能夠搭配的六角快速拆頭 就有非常的多種 只要它的後面呢 是長六角形的這種快速接頭 你都能夠非常快速的 去接上你的衝擊起直 起直能幹嘛呢 就是鎖螺絲嘛 像是這樣 有沒有是不是非常的簡單 現在的衝擊起直其實它都做得非常好 不管是什麼樣的品牌啊 那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歡的個性 跟你自己喜歡的品牌價值 而去購買不同品牌 而第二種像這種六角的制弓螺絲 它也非常廣泛的使用在這種衝擊起直上面 所以你一樣快拆頭裝起來 把你要制弓螺絲的地方放好 往下鎖 它就可以鎖好了 那衝擊起直它能不能拿來鑽金屬呢 當然是可以的 只要換上這樣子的鑽尾 只要你的鑽尾能夠合得上你的起直機 它都是能夠拿來鑽的 像這樣 或者它也可以套上金屬的制弓螺絲拿來鎖 所以在上述圖案的這幾個工具呢 它們都能夠運用在衝擊起直上面的 只要後面有一個六角快拆頭 它就能夠使用 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我們圖右邊 有一個它要對應什麼樣的工具 去選擇你要用鑽尾 還是你要用起直 還是你要用鼻咪啪啪這種東西 第三種叫做震動電鑽 也就是在圖案中這條線的所有電鑽 震動電鑽有什麼樣的功用呢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前面有一個三角的夾頭 震動電鑽它跟衝擊起直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上面有三種圖案 你可以去聽一下它的聲音 有差嘛 而在每一個品牌當中 它們都有各自的機網 比如說像木田它最強的就是481 像它們這些電鑽上面都會有一個輔助感 輔助感是幹嘛的呢 就是假設今天你要做一些 比較大扭力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用你的手臂跟你的手肘去支撐它 而像米沃奇它現在的機網就是 M18的FP2 每一個用的齒輪向的技術 跟每一個人用的線圈產道技術都不太一樣 那體型當然也不太一樣 不過通常體型大不代表它扭力大喔 大家都可以去看它公開的說明書 那我們就是公正的一方 關於後面我們都會各自去拍 每一個品牌它的系列介紹 有興趣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震動電鑽它既然是用三爪夾頭 所以六角能够夾 三角可不可以夾 可以夾 那震動電鑽跟我們剛剛講的衝擊起直 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就是它的鑽尾的後面 它其實只要是圓形的它都可以夾 所以呢你也可以說 如果你今天不是要常常做一些大型工程的話 一支震動電鑽它的確可以抵掉一支衝擊起直 跟一支垂鑽 但是垂鑽能夠垂得動比較大 衝擊起直它比較方便 鎖起來比較快速 體積會比較小 所以我個人的愛好搭配呢 其實是搭配一個垂鑽 跟搭配一個衝擊起直 那如果偶爾的時候我也會單純帶一支出去 按照工程的不同而去做不一樣的選擇 那通常呢 震動電鑽大家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會抓住它 然後去壓 然後到它鎖緊的時候 一下 其實這個是非常傷齒輪箱的行為 那我們一般在換這個呢 其實你只要鎖到差不多的時候 當然可以用它快速旋轉 但是鎖到差不多的時候咧 其實我會用手轉 差不多的時候弄手把它轉緊 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它假如任何圓形的東西都能夠鑽 好比說鑽木頭 當然它也可以拿來夾剛剛的鑽尾 而你也可以拿來鎖一些大型的擴孔鑽 我個人很常用這種震動電鑽 然後來裝上鋼刷 做一些清潔的動作 所以震動電鑽當你在做不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它上面的圖案就要把它轉成不一樣的 像我現在如果我們要用鑽尾來鑽鐵的話 你就要把它選到鑽尾的圖案 跟大家科普一下 如果你在鑽金屬物件的時候 記得不要用高速的旋轉 不要用高扭力 慢速轉 而去慢慢的把鐵穴一塊一塊的挖起來 這樣會比較好鑽 不然你太常高速的去旋轉的話 有鐵預熱它很容易會失去它的剛性 就會軟掉 你的鑽尾很快就壞掉了 然後你當然也可以加上一點潤滑液 會比較舒服一點 鑽得快就舒服 好 鑽水泥 如果今天你要拿來鑽水泥的時候 記得要把上面的圖案 去調整到有鐵錘的這個符號 這邊 那你才可以拿來打水泥 不然你一路鑽 鑽到天荒地老 鑽到連子彈都架出去了 你還是永遠鑽不出一個洞來 好的 如果不是因為講解的話 請大家記得都要像我們一樣 戴上口罩跟護目鏡 然後再來進行你的工作 好 像這樣 有沒有 就是這種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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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表示它有在垂轉的時候 它才能夠真的把洞鑽下去 而它能不能拿來鑽螺絲呢 當然也是可以的 它都可以用三角夾頭去夾住你的十字 而進行鑽螺絲的動作 那鑽螺絲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能夠按照它上面的數字 去調整它的扭力值 而這件事它能幹嘛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讓你不要一次鑽 就把它鑽爆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它能夠在一個既定的扭力值下去做跳挺的動作 比如像這樣子 它扭力太強了 它一次就把它鑽過去了 好 我們讓它來鑽一個難一點的東西好了 我們現在一樣把它調到最小 好 有沒有 這個時候它就 有沒有聽到這聲音 因為它是電子式的齒輪箱 所以它不會像傳統式的會這樣 叭叭叭叭叭叭 那如果今天我們再把扭力調到更大 再往下轉 有沒有 它就轉進去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它上面的扭力值呢 就是能夠幫助你去控制你的扭力 不會一次把你的東西直接一次鑽到底 然後會把它鑽爆 那這個東西呢 請參考各個品牌的公開說明書 去做參考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第四種 也就是最後一種 這個也是最好分辨的 你看它上面是不是一個四角形的頭啊 也就是說呢 當你只要看到四角形的頭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叫做扭力扳手 而什麼叫扭力扳手呢 大家一定有聽過一個叫活動扳手的東西 所以它的用法呢 跟它的用力其實基本上差不多的 在汽車板經驗上呢 你會很常被使用 尤其在汽車業 而它安裝非常簡單 它只要把這個四個洞呢 把它對上去 然後把它伸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來拆卸很多汽車的零組件 基本上因為我們車子開不進來 所以我們就看示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超認真少年 教大家如何快速選擇跟分辨不同電鑽的不同用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分辨的是它的頭部 它頭部的形狀 它的裡面內孔的形狀不一樣 你裝的工具它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操作的工件也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不管是美系的日系的或是德系的 或者是奇奇怪怪系的 的不同的牌子跟不同樣的電鑽呢 它們其實都有它們專長的地方 跟它們共通擁有一樣條件的地方 所以你們都可以去挑選你喜歡的品牌 因為現在電池大都會通用的嘛 那我們會盡量站在一個比較公平公正的方式 去跟大家介紹每一個品牌的每一個特性 跟每一個品牌它適合用在什麼樣的地方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超認真少年 教你如何快速的分辨各種電鑽跟各種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電鑽的使用問題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的品牌的使用上的問題 歡迎你們都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也歡迎大家提供各自的意見跟想法 然後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按訂閱跟分享 我們才會做得更好 還有一件事情 小鈴鐺的上面請記得按全部通知 這樣子我們的每一支好玩的不好玩的影片 你才看得到 好 這裡是超認真少年啦 大家下次再見 掰補 到底是誰幹走我的護目鏡 我有一個很好看的護目鏡影片 好啦 結束啦 還有什麼要補拍的咧 你買那麼多支電鑽在幹嘛 沒有啦 裡面有一些不是我借來的 你是 哪一支 花錢不玩 有錢有生活